中卧酒店在回应二选一 不认同携程声明 10月2日消息 中卧酒店度假APP在其平台发布声明称 对携程旅行网就中卧酒店度假APP实名举报 携程旅行网耐用市场支配地位 实施二选一的垄断行为声明表示不认同 根据中卧酒店最新声明 今年3月以来 其合作酒店已多次迫于携程压力 下架在中卧酒店上的合作产品 在4月中就已向携程方面就封杀 直接表达了不满和愤慨 但未得到积极反应和致歉 中卧酒店方表示 一直以来酒店都会明确告知下架产品的理由 但是从今年3月到此次国庆 相关酒店要求下架产品的理由 均被告知是应携程的要求 中卧酒店CNO郭伟文曾在采访中表示 中卧酒店可能在高端度假酒店上面 抢占了部分携程份额 而携程有意通过收紧高星度假酒店的资源 来巩固欧塔高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